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有关于家庭,名字叫《请你迷失在我身旁》。 父母在我们身边已经是最大的情况,不论他们健康与否,我们能做的就是接受现实,陪伴他们走过漫长人生留下密族珍贵的回忆。 患有二次海默病的父亲,逐渐地忘记了曾经对他最重要的一切,迷失在了时间的长河里,父亲健康时,案件一郎忙于工作,家庭很少联系独居的父亲,可随着父亲的确诊的一切都变得不同。 在照顾父亲的过程中,案件一郎逐渐体会了其中的种种不义,既然不能回避,他便决定勇敢快乐地去面对,让照顾父亲这件本来充满压力的事情,通过爱、巧思与智慧,让彼此变得和乐自在。 案件一郎通过自己的亲生经历,对家中有患病长者需要照顾的家庭提供了心理疏导和建设,鼓励无论是否与父母亲关系清静,都可以重新构建良性的家庭关系,坦然地面对父母年老生病,甚至会离我们而去的现实,拥有成员间彼此宗敬、信赖的家庭关系。 本书的作者案件一郎,心理学家、哲学家,曾在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系读博士,专供西洋哲学史,1989年起致力于研究希腊哲学和阿德勒心理学,一著有阿尔弗雷的《阿德勒的个人心理学讲义》和《人为什么会患神经病》,著作有《被讨厌的勇气》, 《幸福的勇气》,《阿德勒心理学入门》等多部创销作品。 下面我会用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大家讲述百出的精髓。 说到二次海默病,可能大家并不陌生,二次海默病就是我们俗称的老年痴呆,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的疾病,主要表现为记忆障碍、失语、失认、人格及行为改变等等。 不少影视剧中都涉及到这个题材,比如电视剧《都挺好》中的苏大强,当然这是虚构的影视形象,但在现实生活中患有二次海默病的老人也并不罕见。 国际二次海默病协会发布的《2018年世界二次海默病报告》成,2018年全球共有五千万二次海默症病患者。 预计到2030年,二次海默病的患者将达到八千两百万人,2050年将达到1.52亿人,多么惊人的一串数字。 而且二次海默病暂时没有绝对有效的预防措施,也无法完全治愈。 不少家庭在面对患有二次海默病的老人时,经历种种痛难和考验,身体和精神上都交受着煎熬。 那么,究竟该怎么做呢? 本书的作者按见伊朗的父亲就患有二次海默病。 本书的作者从妾身经历出发,为家中有患病长者需要照顾的家庭提供了心理疏导和相处方式的指导, 让这些家庭的成员们坦然地面对长者患病的事实,尊重彼此。 形成和谐、幸福的家庭奉务。 接下来,我就从与年老的父母重新构建关系和不要逞强照顾给彼此间留出空间这两个部分出发, 带大家详细了解作者照顾患病父亲一路走来的心路历仇。 第一个部分,与年老的父母重新构建关系。 作者安建一郎是一名心理学家,也是一名哲学家,他曾经也疏于对父亲的关照, 甚至在母亲去世后和父亲的关系一度到达了冰点。 父子关系缓和的契机是在父亲患阿姆斯海默病前十年, 那时父亲主动打电话给安建一郎, 希望儿子能够抽出时间来给自己进行心理辅导。 于是他们开始了每月一次的面谈, 父子之间的隔阂在悄悄地瓦解。 但是父亲在82岁的那年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 作者还没有做好准备就不得不辞掉工作来全职照顾父亲。 两个多年来独立生活的人, 忽然要破除隔阂同主一屋檐之下, 多少是有些不适应的。 但比不适应更加强烈的是不久感。 作者在得知父亲患了二次海默病之后, 非常自责, 抱回自己没有发现父亲的异常, 没有对父亲多一些关心。 甚至作者还在往前追溯, 说自己的母亲在生病住院时, 自己看护得非常辛苦, 有一天她想再这样下去, 自己就要崩溃了, 结果母亲恰恰就在那时去世了。 她很长一段时间都自责地 想是不是自己的这个念头导致了母亲的去世。 在后来作者发现, 复旧感除了消耗自身的精力之外, 起不到任何实际作用, 因此要把复旧感放下, 才能更好地照顾父母。 当过了自己内心复旧感这关之后, 还需要面对的就是与父母的关系。 无论子女与父母以往关系如何, 当父母需要子女照顾的那一刻, 原有的关系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因为我们看到, 原本处于强势地位的父母日渐衰老, 心理上是很难接受这种转变的, 因此我们必须与年老的父母重新造成关系。 首先,我们要接纳自己眼前这个真实的, 不那么完美的父母。 当父母年老,患病时, 他们不再是我们眼中有力量可以依靠的人, 他们原本挺直的脊背变得居拢, 乌黑的头发变得斑白, 这种落差多少会让子女心里不舒服。 因为从小到大, 父母在我们眼中都是无所不能的。 作者指出, 如果不能透过这个完美形象去看, 见真实的父母去接纳他们当下真实的样子, 那这种心理落差就会一直存在。 而在这种落差的对比之下, 我们会持续感到痛苦。 其次, 要恰当地理解父母的言行, 很多子女会抱怨, 父母越老越像个孩子, 明明告诉他不要等自己下班, 早点休息, 他就是不听, 哪怕是空的在沙发上睡着, 也坚持等自己, 甚至父母有时候还会做出一些 让人难以理解的举动。 作者指出, 这岂有可能是父母为了博取关注而在无意识中制造的问题。 最后, 踪中父母认真而不较真。 父母年老, 患病之后, 身体机能和统治能力都会有所下降, 贬得与婴儿无异, 于是大部分的子女就会用对待孩子的方式来对待父母, 比如大声的呵斥和规定他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但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父母的能力衰退了, 但是我们仍然要把他们当成独立的个体去宗众。 第二个部分, 不要逞强招呼给彼此空间。 作者在书中提到了一个概念, 逞强招呼。 它是指, 越是靠一直进行招呼的人, 越想拼命地做好, 就越可能给自己过多的压力, 导致最后无法继续照顾的情况出现。 无论是因为孝道传统还是出于负酒感, 很多子女都认为, 必须亲自照料父母, 实时陪伴才是孝顺, 如果将老人送去养老院或者疗养中心, 即使自己出了钱, 也会被人说不孝, 被人戳脊梁骨。 所以很多子女都是独自超复合的照料父母, 这完全凭意志在支撑, 长此以往很容易导致自己心理交瘁, 崩溃, 从而不得不放弃照料或者引发家庭悲剧。 作者在父亲刚开始患病时就是逞强照料, 无论何时他都精神紧绷, 每天睡觉都上闹钟, 常常担心自己外出时父亲出现意外的状态, 日子长了非常烦躁焦虑, 也常常觉得受挫和不耐烦。 后来作者找了一个保健机构接受了托管服务, 一周中的几天将父亲送去机构, 这样一来自己得到了休整的机会, 父亲在保健机构也能够多一些交流和社交, 如果是独自照料父母的子女, 一定要允许自己休息和离开, 不要觉得离开父母很有不久感, 想要离开的时候就诚实地对自己说, 我现在就是想离开, 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的空间, 给自己喘息的时间, 等调整好状态之后可以更好地照顾父母。 另一方面, 父母在看护机构也可以和不同的人聊天, 能够有效地刺激大脑, 这是在家里由自己独立照顾所无法做到的。 子女对于父母除了生活上的照料之外, 也切不到太多的帮助, 无法对他们的病情去到直观有效地改善, 但也不必因此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能够陪伴在父母身边已经是一种莫大的力量。 读到这里, 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已经了解得差不多了, 下面我来为大家总结一下。 第一部分我们介绍了与年老的父母重新构建关系, 首先我们要接纳自己眼前这个真实的, 不那么完美的父母, 其次要恰当地理解父母的言行, 最后踪中父母, 认真而不较真。 第二个部分我们讲述了不要逞强照顾, 给彼此空间, 作者建议我们可以把一部分照顾任务转交给他人, 比如专业的照顾服务机构, 一方面子女可以进行休息, 另一方面父母在看护机构, 也可以和不同的人聊天, 能够有效地刺激大脑, 对病症缓解有好处。 父母照顾我们小, 我们照顾父母老, 小时候他们追着我们跑, 怕我们磕着碰着, 长大后我们时刻惦念他们, 害怕他们生病或离开, 但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也不能改变生命由萌芽到茁壮成长, 再由胜转衰的过程, 我们能做的就是关注每一个当下, 关心父母, 别让忽视成为我们终生的遗憾。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这本书的全部内容。